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国立台湾图书馆录制的 有间疗愈室阿红开讲 我是你们的朋友阿红 有间疗愈室阿红陪你聊心事 各位线上的好朋友大家好 我是杨胜红 阿红心理师 这个月要跟大家分享这本书 其实在这段时间 我接个案的过程当中 还蛮有感触的 为什么呢 因为有很多人都因为人际关系的议题 然后来申请资商的服务 尤其是在学校里面 更让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困境跟问题 我记得我有一次到一个学校 应该是国中还是小学 有点不太确定 因为有点久 那那个时候呢 跟这个现场的学生同学们 互动的过程 他们呢 给我一个让我非常惊讶的用词 那当我点到某一个同学的时候 他们就说 哦老师 他有色孔 我就觉得哇 色孔耶 那当然在心理学的用词上面 不见得用同样的这个色孔的名词 但是我就很好奇 你们怎么会用出这么专业的用语啊 原来在抖音上面有这样的一个流行 这个月呢 要跟大家分享这本书 而不是要讲色孔 而是要讲交朋友这件事情 好像呢 随着我们的科技越来越发达 然后越来越都市化以后 甚至有一些社群的媒体开始产生 让我们在生活当中 经常都透过社群软体来跟别人互动 好像这个议题就变得 嗯 有点麻烦 也许你不觉得麻烦哦 那我不知道你听过了今天的内容以后 会不会跟我一样 会觉得这是一个 好像有点流行的时代议题 今天要分享这本书呢 叫我要交朋友 就是这么的直白的一个书名 它有一个副标哦 叫做如何弃定神贤的初次见面 怎么相处 能从相识变朋友 嗯 我想在过去的社会当中 当我们还没有网络的时候 好像交朋友这件事情 还好啊 不会造成这么大的社会议题 也许你会觉得 在我的日常生活当中 我就会接触到邻居啊 然后接触到学校的朋友啊 然后出社会以后会有同事啊 不管你的人际关系怎么样 嗯 也许对我们来说 身边总有一两个好朋友 那这是过去的经验 那现在呢 这样的议题 尤其在书中提到一个 让我有点惊吓的数字哦 书里面提到说 18到29岁的族群当中 有70%的人有社交的焦虑 它是根据有相关研究的资料 那作者是谁呢 作者是一个在美国应该有点知名度的交友专家 他是Match交友平台的首席约会专家 他叫做瑞秋德尔托 这一个作者呢 他在这本书当中谈了很多相关的问题 包括现在的时代啊 慢慢的进入到社群的媒体 那对人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那当有这个影响以后 他也会建议 我们还是要跟人有更直接的接触 但是要接触的时候 我们就会面临到很多的问题啊 心里面也许有一点担心 或者是不知道怎么跟别人互动 等等的问题就会出现 那他在书里面呢 也跟我们分享到 怎么样克服这个心理的障碍 甚至于怎么样能够走出去 然后真的跟人做面对面的交流 我觉得它是一个实用的手册吧 有一点像交战手册 那如果你有类似的一个议题的话 也许可以翻书来看看 那如果你不觉得有这样的问题 或许我可以问你一个 你可以跟我在心里面对话的议题 不知道你在日常生活当中 真的跟人互动的朋友有几个 那如果再问你说 那这些朋友当中 有几个是你的好友啊 好 那不知道你的数字是什么 再换一个场景 在网路上 我们都用脸书 用IG等等的这个社群媒体 你会不会觉得在上面一些用词 非常的有趣 它叫做有人发了好友的邀请 哇 我们都还不见得这么认识耶 然后就叫做好友 那你在网路上面 你的这个社群媒体 你的好友有几个啊 会不会有很多人都跟一些 年轻的小朋友一样 他们一说 我的好友有两千 我的好友有三千 真的吗 那真的是你的好朋友吗 我想从这本书 也许会带给我们一些反思 然后从这本书 或许我们也可以学到一些 可以走出去的技巧 我想要从几个角度 来跟大家聊一聊 第一个部分呢 来说说当前的这个世代 社交的遇到了一些困境 那第二个部分呢 会跟大家说一说 如何成为一个受欢迎的人 接着呢 当我们要受欢迎 当然就要跟人建立一些沟通的连结 所以接下来会跟大家分享 有关于怎么样建立连结的沟通技巧 最后呢 人跟人相处总是要让别人觉得 你还不错 还蛮值得跟你成为朋友的 这就是所谓的亲和力 那亲和力这件事情要怎么提升呢 有没有一些行动的指南 好 那这就是今天会透过这本书 来跟大家分享 跟他说一说聊一聊的部分 首先呢 我们就先进到第一个话题 来谈一谈当前的世代 社交的一些困境 不知道你在网路上面 你的表现是什么样子 会不会有些状况 跟作者所提到的一个症状 有点相似 他把它称为叫做 荧幕虚张声势症 什么叫荧幕虚张声势症啊 就是在键盘上 我们在荧幕的面前 好像对着荧幕打字 或者是对着荧幕 看着上面的讯息 我们要回应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特质的人啊 会不会在上面还蛮吵的 会不会讲话还蛮直接的 在网路上面呢 说话好像百无禁忌 甚至于我们刚认识 说不定认识没多久 像现在小朋友 他们也许在网路上 才认识两三天 然后就互称老公老婆 哇 我觉得在过去的时代里面 这好像蛮难的 可是这个荧幕虚张声势症 好像在这个世代里面 还蛮常见的 为什么说荧幕虚张声势症啊 因为走到荧幕外面 就是我们走到实体的空间里面来 说不定在网路上 有人跟你说 啊好 我们既然这么熟悉了 我们要不要约碰面 哇 约碰面就是真实的接触了 那碰面的时候 你会不会觉得 这个人在网路上 我跟他很熟 可是呢 我要去见面的时候 心里面还蛮紧张的 然后蛮担心 到底我的表现 我的长相 我的样貌 穿着 我的一些行为 会不会让对方有什么样的观感 在这个碰面之前 也不断在想象 那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 好像是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 好 那碰面的时候 好像我们心里面的那个拘束感就出来了 回想一下 你在荧幕上面不会啊 你还称呼了这么直接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其实啊 那从心理学的角度哦 从一个心理师的观点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想象一个状态 在那个网路上面 为什么我们可以这么的自在 当然第一个 对方没有看到我们 第二个呢 通常在什么 怎么样的场景底下 你在使用社群媒体啊 你可能算得很随便哦 就在你的房间里面 然后又很自在很轻松 房间可能还是很乱的 然后你就连上网路去 连上网路去呢 想想看 你跟网路上面的朋友互动 今天如果这个朋友是要到你家来 然后要到你的房间里面去 你们关系到什么程度才会有这样的邀请 那甚至于你随便穿 在这个很轻松的感觉里面 要跟一个朋友在实体空间里面互动 你们关系要亲密到什么程度 才会有这样的表现 可是今天透过网路 我们好像连出去 反正对方也看不到我的真实的情境啊 因为我没有开摄影机 对方呢 在跟我互动的时候 我心里面还蛮轻松的 然后对方跟我互动的时候 他如果有一些对话 可能对对方来讲 他也是很轻松的跟你做互动 那这个轻松呢 其实是心里面是很松懈的 或者是也觉得我在荧幕背后 反正你也看不到我 就有那种匿名的效果 虽然不见得真的匿名啦 但我们可以隐藏在荧幕的背后 就会觉得我好像什么都可以说耶 然后什么都可以说的状况之下 我开心我就说开心 我不开心我就讲我很不开心的一些用词 那跟对方呢 好像就变得还蛮连结的 可是你想想看 你们的互动 也许在上面如果吵架了 我们会不会有一种心态 就是我把电脑关掉 就跟这个世界就隔离了 他就惹不到我啦 那我就在这个世界上就消失啦 互动的对象 是不是也常常给你这种感觉 好像既实在又虚无缥缈 这样的结果会发生什么事 也许会让我们觉得有点孤单 有点孤独吧 现代的社会好像 在网络社群媒体越来越发达以后 人的孤独感 人的孤单感 似乎越来越严重了 就是因为我们在网络上面 可以很直接 很直白的互动 可是啊 网络关掉的时候 好像这个人 到底在天涯海角的哪里啊 跟我们好像距离还蛮远的 所以 我常常也会接到一些个案 来跟我分享说 他在网络上很多朋友 所谓的 好友 可是呢 日常生活里面 他却经常觉得自己 有一种烦躁的孤单 那这种烦躁的孤单 就是因为觉得 既真实又缥缈 然后跟人之间 好像既熟悉又陌生 那似乎有很多很多的时候 我们虽然有两三千个好朋友 可是真的要去跟别人讲秘密的时候 跟别人有更亲近的交流的时候 你还真不知道谁可以跟你做这样的亲密的互动 网络带来了一些方便吧 但是网络也带来一些人跟人之间的距离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讲得蛮好的 那怎么办啦 我们要开始走出去了 这本书呢 就鼓励大家要走出去 要跟人真正的互动 那走出去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就会害怕 会害怕 会怕说 那我真的跟人接触的时候 那怎么办 我会不会变得很不自在 怎么办 他的建议 还蛮具有心理学的依据的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克服害怕的 不管日常生活里面的什么害怕 例如说我们的小时候 我们怕自己一个人去买东西 比方说 像我们家女儿 她到国一 还不太敢自己一个人去7-11 那一定要有人陪 我想对她来讲很真实啊 她就是不敢 那你逼她也没有用 她就是不敢 然后就要拉着一个人 而我后来发现 她是怎么慢慢的 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当然 她跟外界互动多了 慢慢的就比较 知道人跟人之间 怎么样相处 怎么互动 那我也发现 对她来讲 也是一个减敏感的过程 也就是 刚开始不敢 那后来我就跟她说 那不然你就 我在这边等你 你去买 自己去结账 那她可能还是说不敢 好 不敢呢 我就说好 那我陪你进去便利商店 那你就去负责结账 我在旁边等你 那她因为看得到我 所以她就不会不敢 好 同样的状况 其实就发生在作者 她给大家的建议 就是所谓的暴露疗法 什么叫暴露疗法 我觉得作者她没有讲的 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她举到了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可以从最简单 最轻松的跟人互动开始吧 也许你刚好在学校里面 比较常遇到谁 那你就在这个私底下的场合 遇到她 你就可以跟她多聊两句 多说两句话 那或许是我们在公司里面 会遇到同事呢 在茶水间 那你就跟她打个招呼 说个话 那也许很多人觉得 这没什么啊 这我做得到 那恭喜你 你已经不用那么的 初阶去进行暴露疗法 你可以更进阶了 更进阶的意思 每一个人的方法 状况可能不太一样 那你就用你的想象 一回声 二回熟 那意思就是 第一次很害怕 第十次应该害怕的程度 会不太一样 那你如果觉得 一下子没有办法 做到这么的 在大庭广众里面 然后好像是一个 很擅长跟别人交流互动 你没有办法一下做到这样 那你能不能从小场合开始 那这是她给的一个 暴露疗法的建议 那出去的时候 当然我们就会遇到一个议题 我还是希望我能够受欢迎 我还是希望我能够具有亲和力 那怎么办 我们就进入第二个话题 跟大家聊一聊 要怎么样才能够受欢迎 那其实我觉得她提到了一些心态 当然还有一些做法 那这个心态我归纳起来 大概可以有三个角度 第一个 人要真实 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 我要伪装自己 然后我要表现得很完美 别人才会喜欢我 想一想吧 你会不会很害怕 遇到那种很完美的人 因为她的完美 代表了一种 很难亲近的感觉 代表一种 这是真的吗 那反过来讲 我想别人也 应该会喜欢一个 有情绪的喜怒哀乐 当然我们要控制我们的愤怒 不能说去伤害到别人 可是你至少不是一个 好像遇到你 哇 你的世界就是完全完美无瑕 然后想到你就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 有时候我们跟这样的人相处 还蛮有压力的 但讲真实的 就是一个人真的会这样吗 他真的这么完美吗 所以他第一个在心态上面 他鼓励大家 真实真实真实 真实很重要 真实当然呢 我们如果要表现出我们比较 不一定那么完美的那一面 例如说 我也会想要偷懒啊 然后我也会觉得 这个怎么这么糟糕 我会小小的抱怨啊 当然这些适可而止 不是要你大起大落 然后让人家觉得 哇这个人好可怕 他生起气来好可怕 不是 是让人家觉得 你还真像个人啊 所以 透过这个真实的表现 别人也会 比较喜欢 跟你在一起 因为也鼓励他表现出真实 我觉得第一个心态 蛮好的 但当然要做到也不容易啦 那他背后就提到说 要有第二个很重要 我归纳起来的态度 或者是做法 一个人要有自信 而且要积极正向 那怎么做到这件事啊 怎么做到自信 积极正向 可能我们在心里面 要先有一个自我催眠吧 然后跟自己说 不管我到底是不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 是不是我表现的各方面都很好 可是你要对你的价值是肯定的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价值 我就会想到我过去的朋友 也会有这样的朋友啊 他们给我的感觉 他还蛮多缺点的 可能很多人都不喜欢跟他在一起 可是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 他虽然人家说他功课不好 他虽然做事情也不勤快 可是我发现到他还蛮愿意帮助别人的 那当然我是一个受惠者 如果他可以看到他自己有这个价值 他是一个乐于帮助别人 虽然其他都不好 那会不会对他来讲 就比较有自信一点 不是把所有的焦点都放在 别人批评的那个部分 所以人家有自信 就要先试着看到自己 每一个人其实都有你的价值 那为什么他要鼓励大家积极正向 因为我们大概不太喜欢 一天到晚抱怨的人 那积极正向呢 至少 当然我们可以有一些 小小的情绪的变化 我也会有一些心情不好的时候 怎么样让自己从负面的情绪当中 转换过来 然后让别人觉得 你不是一天到晚都很负相 你至少 你也有比较乐观跟开朗 跟比较正向的那一个部分 所以我觉得 积极正向这件事情 我想很多人可能听到这个 就会觉得 哎呀这太鸡汤了 怎么可能做得到 我比较忠信的去解读这一个建议 就是积极正向不是要你 无时无刻的积极正向 而是让我们能够试着 让自己的情绪稳定一点 然后让别人觉得 你也有一些正向的一面 好那这样的表现 应该会比较真实一点 那书里面提到了一个方法啦 我也觉得 可以提供给大家参考 他说你可以写负面日记 写负面日记 当你脑子里面跑出一些 负面的想法的时候 然后要骂人 要批评人 然后觉得事情好糟 你可以把它写下来 他鼓励的方式 就是你如果可以用笔来写最好 因为用笔写 那个效果跟打在手机里面 是不一样的 第一个把你的负面的 这一些写下来 写下来之后呢 也问自己 有没有换个角度的想法 换个角度的想法 有没有你可以接受的 正向的角度 也就是写下来之后 也做一些正向的 反向的练习 练习转向 练习转向 让自己可以慢慢地从那个单一的面向的角度 然后慢慢地做一些新的这个尝试 好 那走出去以后 我们要跟人有更多的连结 有跟他们的沟通 所以接下来呢 就提到说 我们跟人互动的时候 要怎么样才能够有一个好的连结 然后有没有一些好的沟通的技巧 建立连结的沟通技巧 他提到三个东西 第一个在场 第二个好奇 第三个同理心 然后我就简单说 就是在场的意思是 你们不要两个人 虽然面对面一起吃饭 然后各自玩着手机 好像我们距离好远 然后你都各自在各自的世界 在场的意思就是 让别人感觉到你的存在 你也真心跟对方有这样的交流 尽量放下你的手机 如果要用的话 也不要一直用 那保持一个目光的接触 让对方觉得你在你在 你真的在 互动的时候呢 当然我们就会聊到一些话题 那对对方保持一种好奇心 然后一个同理心 好奇怎么提问啊 就是尽量跟对方聊开放式的问题 哦 你最近在做些什么事啊 你怎么会想要做这个事啊 那在做这些事的时候 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或挑战啊 我以前我也做过这个事耶 然后你就可以跟别人分享 也可以听听别人怎么说 好 那当然对方呢 如果今天你感觉到他情绪不太对 好 那你不要一天到晚只分享你自己 然后也不要一直好像在挖人隐私 这样一直一直问对方 然后让对方觉得好有压力 这就是所谓的同理心 也就是所谓的察言观色的部分 好 那我觉得他提的也蛮好的 蛮好的可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最后呢 怎么样提升自己的亲和力啊 提升亲和力的方式哦 第一个 当然我们走出去 就是刚刚一开始说的 要克服我们的荧幕虚张声势症 那刚刚有提过了 就是透过曝露的治疗 不管是专业的治疗 还是你自己给自己的治疗 反正他就是用一种曝露疗法 你要走出去才有跟别人互动 才有让别人看到你亲和力的可能 所以第一个 提到的是 克服你的荧幕虚张诚实症 第二个呢 建立自信 要怎么样建立自信 第一个 发掘你的自卑的根源 你有没有一些让你比较自卑的部分 先接纳他吧 我从心理师的角度 我会说我们先试着接纳他 接纳他 然后跟自己说 没有关系 我只要面对他 慢慢的去处理他就好了 所以不是要你压抑 不是说 我发觉到我的自卑的根源 我就是对我的长相比较自卑 我就是对我的什么比较自卑 然后发觉了以后就Ending了 不是 发觉以后 我们先试着跟自己说 OK 我愿意接纳我的这一个部分 我愿意慢慢的适应他 然后说不定 我慢慢的可以找到一个跟他和平共处 找到跟他好的一个出口 那这就是一个心态吧 我觉得这个部分 或许对各位来说需要一点练习 但是从我自己过去在服务一些个案的过程 我觉得每一个人是做得到的 那专注于自己的优点 这刚刚也有提过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优点 那你就试着常常提醒自己 虽然也许我什么事情做得不够好 但是我还蛮努力的想要把它做好啊 我也有哪一些地方 其实别人也说我还不错啊 就是专注在一些优点上面 培养积极的心态 这就是刚刚所提到的 写负面日记也好 或者是转向 练习转向 让我们能够从那个负面的想法 慢慢的走出来 好那接下来呢就是跟别人互动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要设定界限 这个议题有点大 设定界限这个议题有点大 过去我们有一些分享有谈到这个部分 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参考一下 我们怎么样跟别人界定一种界限 学会拒绝啊 避免过度取悦他人啊 或者是保护自身的能量 这个可能都是一个好的做法 那当然相对来讲我们要远离一些对你有害的关系 不要让他们造成对你的一些不好的影响 总而言之呢 作者他就希望我们能够走出去 真的跟人互动 真的跟人相处 我觉得当我们心里面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 你才有可能开启 让你不会在荧幕面前 好像觉得自己的朋友很多 然后把荧幕关掉把电脑关掉 觉得自己很孤独 如果你愿意走出去的话 这样的情境 这样的心情才会慢慢的改善 这一集呢 我们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一集呢 就会延伸来谈谈更多的运用 会聚焦在身心障碍朋友 交朋友的议题 我们下一集再见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请在有间疗意识Podcast按下订阅 同时也到有间疗意识粉丝专页 留言按赞加分享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